美海军作战部长,不排除向台湾海峡派航母,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·理查森·John Richardson,星期五1月18日,在日本东京表示,不排除派遣航空母舰,穿过台湾海峡的可能。 华盛顿方面已经十多年没有向台湾海峡派遣航空母舰理查森,在东京接受访问时说,我们不认为,应该限制在这些海域,可以通过的传行他说,我们把台湾海峡看作国际水域的一部分,这就是我们进行这些航行穿越的原因。 三天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,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,在北京会见理查森时说,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,如果有人要将台湾,从中国分裂出去,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,维护祖国统一理查森,当时对理作成说,美国反对北京或台北,采取任何单边行动。 他说,我们仍然反对任何一方采取改变现状的任何单边行动。 美国海军去年在7月、10月和11月三次派军舰,通过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表示不满,并向美方表达了关切2007年美国海军小英号航空母舰,防卫香港被据后改变形成驶入台海。 1996年,台海危机期间,美国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,两个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海,展示对台湾的支持理查森,还端促中共在海上相遇时,遵循国际准则去年9月30日。 美国海军驻逐舰迪凯特号,进入南中国海。 中共宣称有主权的12海里水域,遭到中国军舰近身拦截。 双方距离仅为41米。 美国军方说中共军舰进行一系列具侵略性的动作警告美舰离开,迫使美舰改变航向理查森说,我们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,这是一次偏离正轨的行为。 与正常遵守相关规则被盗而驰,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行为要更加合乎规则。 理查森还说,美中两国不应该将彼此视为在这些水域上有威胁的存在。 美国防务情报机构,在星期二1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,意图达成两岸,统一是中共近年来军事现代化的最主要驱动力。 美国防务情报机构